好多朋友问柠檬怎么样 柠檬简直太好养了 我们从育苗 然后换盆 然后到最后的花期果期都有在经历 然后呢 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扦插的 扦插的话 其实选取这样 上面一层这种 最好是选择木子化的捞杆 它会更容易生根一些 然后这种的也可以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用到的 一般的那个 它就生根了 是吧 是不是很好扦插 然后用到的也是老花一家的土 然后那个松软透气 不闷根 然后慢慢的它就长成这样了 等它生了根之后 我们就换到这种的小盆里面 不要换大盆 换大盆的话 它更容易积水和闷根一些 还是用到的老花一家的土 然后另外给足了光照 它就会长得很快 想要做棒棒糖呢 你就可以修成 把在底下叶子撸掉 上面剪掉 然后就会变成下面这样的情况 然后从12厘米盆呢 然后又换到这个半家轮的盆 然后你看它的棒棒糖 底下的叶子撸掉 上面剪掉 上面是不是出来好多的分叉 然后整个一棒棒糖的形状 是不是很好看 然后另外根系长得也非常哇塞 用到的还是老花一家的那个土 总之养花很关键 排水透气的土壤 然后你像南方的话 它可有可能种的是泥巴土 也活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这种的像在楼房里面养护的话 对不晚节不积水不闷根 它会更容易养活一些 你看这是我们又下一个阶段的 然后再下一个阶段给大家看 等它再大一点又要换到一家轮的盆子了 你看它的质感是不是又更加粗壮 上面又剪过一茬 剪过一茬之后 上面是不是分叉又更多 其实然后我们是为了让它形状更好看 后期挂裹更好看 然后垂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然后其实如果你想让它着急 然后结果开花的话 你可以直接留一个 只有在这种半木字画牢杆杆上面 它才可以去结果去进行去开花 所以说它还是需要一个时间 至少你像我们大鹏 它一直在生长 一直在生长 大概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开花和结果 开花的话可能提前一年 总之柠檬还是比较比较好养的一款 然后如果喜欢的话 然后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明年开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棒棒糖 然后满头的花苞 然后结果的话 然后需要后年才结果了 总之它一年世纪没有什么病虫害 因为它这个叶子也是香的 然后它有自己驱虫的那个能力 一般叶子带香味的病虫害都很少的 种子非常好养 就介绍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在下方视频留言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